報告委員會 現在我們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第三條、第六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先讀審查報告 本院內政委員會於109年4月8日 召開決定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管召集委員畢林擔任主席 邀請內政部部長徐國勇報告 及財政部防務部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 並被質詢 經報告及巡查文病 進行逐條審查將存案審查文俊 本案審查文俊擬據審查報告提報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不需經黨團協商 並推請管召集委員畢林 與院會討論事做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管委員畢林補充說明 沒有補充說明 便按今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異議 異議 便按今以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請先組第三條 第三條 本條歷史用範圍 為都市計畫範圍內 非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令 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教職 且符合下列各款之一支合法建築物 以經建築主管機關 依建築法規 災害防救法規 通知限期拆除 禁與強制拆除 或評估有危險之余 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 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三、屋齡三十年以上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力 未達一定標準 且改善不去效益或未設置升降設備者 且向合法建築物重建時 得合併零件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辦理 本條令實行前 以建築法第81條、第82條 查出現危險建築物 其基地未完成重建者 得以本條令實行日期三年內 以本條令規定申請重建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由建築物所有契約人 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 共同供應契約機構辦理 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機構及其人員 不等為不實施簽證或出具不實施評估報告書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之內容 申請方式、評估項目、全眾等級、評估基準 評估方式、評估報告書 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 與其人員之資格管理審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宣讀外畢 第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先讀第六條 第六條 重建計畫範圍內支建築基地 得是其實際需要給予四度之建築融機 強力後支建築融機 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1.3倍之基準融機 或各該建築基地1.15倍之原建築融機 不受通事計畫法第85條鎖定 施行細則規定 基準融機及增加建築融機總和上限之限制 本條例施行後一定期間內申請之重建計畫 得依下令規定再給予獎勵 不受前項獎勵後支建築融機規定上限之限制 1.施行後三年內各該建築基地基準融機 百分之十 2.施行後四年內各該建築基地基準融機 百分之八 3.施行後第五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融機 百分之六 4.施行後第六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融機 百分之四 5.施行後第七年 各該建築基地基準融機 百分之二 6.施行後第八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融機 百分之一 重建計畫畫面內符合第三條第一項之建築物基地 或加計同條第二項合併 林間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達200平方公尺者 再給予各該建築基地基準融機 百分之二支獎勵 每增加100平方公尺 另給予基準融機 百分之0.5支獎勵 不收第一項獎勵後之建築融機規定上限之限制 前二項獎勵合計 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基準融機 至百分之10 以第三條第二項合併 林間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 適用第一項之第三項建築融機 獎勵會定時其面積不得稱過第三條第一項之建築物基地面積 且最高以1000平方公尺為限 以本條例申請建築融機獎勵者 不得同時適用其他法令規定之建築融機獎勵項目 第一項建築融機獎勵之項目 至今後五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 重建計畫範圍內區土地及建築物 經指橋設縣市主管集溫 市地區方審區市及財政狀況統一者 等依下列規定檢面稅捐 單一第三條第二項合併 林間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面積 超過同條第一項建築物基地面積 部分之土地及建築物不予檢驗 以重建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遷地獎稅 其為依建築期限完全重建 但為依建築期限完全重建 且可規則於土地所有取人之進行者 依法課徵之 二重建後地下稅及房屋稅減半遵守二年 三重建前合法建築物所有人人為自然人者 且持有重建後建築物 於減款房屋稅減半遵守二年期間內未遺傳者 得延長其房屋稅減半遵守期限制 喪失所有權職但以神明違憲 以本條例是用租稅減免者不得 同時並用其他法律規定之同稅目租稅減免 但其他法律規定叫本條例被有利者 是用最有利之規定定限規定年限屆滿前半年 行政院得失情況延長之並以一次違憲 選擇完畢 第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 繼續進行刪讀請問宴會有無異議 無異議請先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三條本條例順用範圍 為通識計劃範圍內非經目的失業主本機關 決定具有歷史文化 藝術及紀念詐質 且符合下六個款之一支合法建築物 一 經建築主本機關 依建築法規 災害防救法規 通知建築刪除 盡以強制刪除或評估有危險之餘 應限期補強或刪除者 二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三 屋嶺三水嶺以上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力為達一定標準 且改善不具效益或為設置升降設備者 其向合法建築物重建時 得合併零千支建築物基地或土地辦理 本條例施行前 以建築法第八十一條 第八十二條下注危險建築物 其基地未完成重建者 得於本條例施行日期三年內 以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 第一向第二款 第三款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由建築物所有群人物 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局 共同供應契約機構辦理 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機構及其人員 不等為不實質簽證或出具不實質評估報告書 第一向第二款 第三款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是內容 申請方式 評估項目 權重等級 評估基準 評估方式 評估報告書 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局共同供應契約機構 與其人員之資格管理審查及其他相關事項執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訂製 第六條 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 得是其實際需要 為與制度之建築融機獎勵 獎勵或之建築融機 及增加建築融機總和上限制限制 本條例施行後 議定期間內申請之重建計畫 等依下列規定再給予獎勵 不受前項獎勵後之建築融機規定上限制限制 1.施行後三年內 各該建築基地基準融機10% 2.施行後第四年 各該建築基地基準融機8% 3.施行後第五年 各該建築基地基準融機6% 4.施行後第六年 各該建築基地基準融機4% 5.施行後第七年 各該建築基地基準融機2% 6.施行後第八年 各該建築基地基準融機1% 重建計畫範圍內 符合第三條地像是建築基地 或將近同條第二項合 並有林間之建築物基地 或土地達200平方公尺者 再給予各該建築基地基準融機2% 之獎勵 每增加100平方公尺 另給予基準融機0.5% 之獎勵 不需要第一項獎勵後 至建築融機規定上限之限制 前一項獎勵合計 不得通過各該建築基地基準融機 至10% 依第三條第二項合計 林間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 順用第一項 至第三項建築融機 獎勵規定時 其面其不得通過第三條地 第一項是建築物基地面積 且最高以1000平方公尺為憲 以本條例申請建築融機獎勵者 不得同時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之 建築融機獎勵項目 第一項建築融機獎勵之項目 計算方式 額度申請條件及其操應 形式效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條 本條例是行後五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 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及建築物 經指甲市現實主管機關 市地區發展機制及財政狀況統一者 得以下令規定減免稅均 但以第三條第二項合併 林間是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面積 超過同條第一項建築物基地面積 部分之土地及建築物不予減免 以重建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順地槍稅 但未依建築期限完全重建 且可規則於土地所有權人之起行之 依法可徵之 二重建後地槍稅及粉物稅減半徵收二年 三重建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自然人者 且只有重建後建築物 與監管粉物稅減半徵收二年期間內未遺權者 等延長其粉物稅減半徵收期間 致喪失所有權值 但有十年違憲 依本條例是用租稅減免者 不得同時拼用其他法律規定之 同稅目租稅減免 但其他法律規定 較本條例更有力者 適用最有力去規定 第一項規定連線建滿前半年 行政面得失情況延長之 並以一次違憲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經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有無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我們就做成決議 決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條例第三條第六條 及第八條條文修正通過 報告委員會 扁院民進黨黨團針對扁案三讀之決議 提出覆議 並請院會隨即表決處理 報告委員會 現在進行處理扁建覆議案 現在進行表決 針對民進黨黨團所提覆議案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民表決 記民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有民進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58人 赞成0 反对58人 弃权0 赞成者少数 赞成者少数 决议民进党党团所提复议案不通过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 有委员登记发言 每位委员发言时间 二分钟 现在我们请张其路委员发言 院长 各位同仁 自从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理实施以来 截至到今年3月底 实际申请危老重建的建数只有743件 那关于危老建筑的这个问题解决进度缓慢 我们也不能再等到说 每一次重大灾难发生时才来面对 那目前全台湾30年以上的这个老旧房屋 住宅等已经超过410万户 约占全国的47% 像其中台北市它更有68的建筑物 属于30年以上的老旧房屋 甚至里面还有更多是40年50年以上的建筑物 对于身处这种地震 还有各种这个天然灾害危险的地带的我国 这个是确实是一个非常严峻的 国民的生计财产性命安全的问题 这一次的这个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 重审条例的这个审议 它是为了鼓励加速危老建筑物的前提下 能够被通过 而本席也非常关心这个危老建筑奖励之后的这个问题 因为自921大地震后的这个20年间 危老的户数是越来越多 而且我们在思考这些奖励之外 对于高度危险的这个建筑物 它这个强制重建的手段 也会越来越重要 因此我们期待 在这个加速危老重建奖励 它最后可能它会退场之后 主管机关还是必须要面对问题 要有更系统性的这个 这个法制的这个程序 跟这个配套机制 以便使所有的这个真正的危老建筑呢 都能够做好更好的这个都市更新 以维护我们国民的生命财产的这个安全 以上谢谢大家 谢谢张委员 接下来请汤惠珍委员发言 主席以及各位委员 大家好 那刚才我们刚刚通过的 都是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 为什么要急着推动修法 因为目前刚刚讲 全国我们老旧住宅 大概估计是410万户 那占有将近半数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老旧住宅 大概意思说 两户大概就有一户 而是高龄老屋 全国房屋早已进入超高龄的一个社会 每两户住宅就有一户 是老旧需要评估的建筑物 那因为刚刚也有听到 台湾位在地震频繁的区块 那经过好几次的地震 921地震 那过去我们新建房屋 所使用的钢筋的磅数不足 或使用的电线水管线材质不佳 使用年线过久老化 一生电线走火 或者水管爆裂等危险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国的一些老旧住宅 真的是需要非常的重视 但是因为内政部给予老屋重建的容积率 奖励的期限 即将在我们今年的5月到期 那就是2017年 违老条例立法的时候 如果在2020年的5月 以前申请重建的老屋容积率 是可以获得实陈奖励的10% 但为了提升国人从事意愿 持续奖励老屋重建 政府实在有修法放宽的必要 所以我们上周出审通过 将容积率实陈奖励 在原定的3年的容积 奖励实陈改成 未来的5年 以8% 6% 4% 2% 1%的方式逐年递减 在2025年5月完全落 好 谢谢唐委员 继续请江永昌委员发言 好 院长 友会各位委员 违老条例通过修正 希望能够带来更好的一些成效 我们把实陈奖励逐变转化为规模奖励 让各地组整合土地面积的范围 扩大的意愿增加 让都市市容更完整 避免这个小基地的整合 会破坏都市景观 影响了公共安全的这个疑虑 给它排除 原来的条例其实施行后的 第三年的实陈奖励10% 修正在第四年到第七年的期间 逐渐来降低2% 并在第八年后降至只有一% 第九年归为0 实陈奖励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的一个调整缓冲 可以让硬着陆修正为软着陆 可以让原本地方政府 它在对于原来的这个 围绕条例 要订定自治条例的时候 这个时日有落差耗损的这个时间 能够有所补充 不会因为当时 地方自治条例的这个时程 延宕转嫁给民众 造成这个损害 但地方政府 投下的大量的人力物力 的政策宣导 跟推动的 可以看到更多的成果 那也不会让目前 只差最后一步的围绕案件 功亏一篑 不会让民众感到 政策苛刻 我们在这里提出 围绕条例 我们的期望 通过之后 会提升民众 申请的意愿 加速重建 整合围绕建筑物 而让无法进行 都市更新整合的建物 有留下一条光明大道 进而持续保障民众 居住安全 也能够实践 关怀高龄化社会 以及改善高龄者生活品质 感谢各位委员的全力支持 以上谢谢 谢谢江委员 报告委员会 现在我们进行 讨论事项第四案 公司